大家好,又係我先請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又係煲靚湯的時間 入秋季節,又未去到冬季,有甚麼適合時令呢? 時令食材已經放了出來 現在的栗子很當作,今天逛街市見栗子肉又多美,又買了一磅回來 做兩個菜,又浸了一些淮山 這些淮山,經過一個網友的家庭,自己生光 給了一大包,我吃了很多餐 這些淮山有甚麼好呢?會自己曬的 就少了很多天然食物 甚麼是天然食物呢?乾草劑、硫磺都少了很多 這些淮山,我昨晚已經浸了 買這些乾的淮山,一定要浸水 最好就是浸一晚 很多時候你出到茶餐廳,喝泥湯、淮山湯 那些淮山咬下去,中間的芯很猛 因為它沒有浸 那你不浸開去,你怎樣煲呢? 你也是煲到芯不會透的 只是煲到芯,外面就粉了,裡面就死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浸一晚 這次淮山,最佳拍檔的是甚麼呢? 栗子是其一 現在煲的栗子湯,煲的齋湯也不錯 正好,喜慶日子,豐富一點 買些豬肉雞回來煲 淮山除了栗子外,還有兩個配搭的 淮桂,淮桂,甚麼叫淮桂呢? 淮山配杞子和圓肉 這些都是我們做燉湯的基本材料 我們還會加上一些金華火腿一起做燉湯 但是在家裡煲湯已經可以了 好,無論煲甚麼廣東老火湯也好 都必定要加些陳皮 這塊都不算是陳皮,都算是果皮 小弟兩年前的出品 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兩年前的果皮的照片 或影片,很多網友查問 那些青皮都不是甚麼大紅皮 我可以跟大家說,這些陳皮原材料是很重要的 還有是否生光也是很重要的 至於是甚麼大紅皮 我們以前在信德,樹上摘下來的紅色就叫做大紅皮 你現在在信德,樹上摘出來的青皮 到香港的紅皮 還有你現在買這些陳皮,會不會天然生光 會不會有些乾燥劑呢?自己做就最好 特別是這些天時,可以買一些新會金回來就自己曬一下 如果你買到紅皮的就曬紅皮 買不到的,青皮也不要緊 那你日常烹調入站,煲湯 那些陳皮都要過了三年之後才會有個功效 平時你進來煲湯都會有個香味,拿個風味 一隻全雞,我只用雞殼 雞皮和雞翼有其他用途 還有一隻豬上肉 豬上肉,我會成為煲的 但表面會有其他用途 那麼多材料要怎樣處理呢? 不要緊,逐樣逐樣的來 我們首先處理雞 那時候買這些冰鮮雞 也可以用老闆代勞 我們先把雞腿和雞腳都打開出來 切雞腳後,在雞翼下 我們盡量在關節位置下 這樣就可以了 很簡單 不需要特別和它鬥力 使用死力 我們在這些放下 拿把小刀也已經做到 那外國的網友也可以買回本土的雞去做 有時候在外國煲一些中式的雞湯 也是相當不錯的 我們開雞腿 我們也是同樣地 用這個方法 不費吹灰之力 當最後一隻都起出來 我們就用雞胸就完成了 雞胸煲湯 我們盡量用雞皮不要用 用手撕一下 撕到,這樣就可以了 撕到後面這裏 整個雞尾不要用就OK了 只要半隻的位置 撕到就撕掉了 有少許雞油 撕到就撕一撕 因為這類型的青軟雞、三黃雞 黃油會比較多 這些雞用來煲湯、炆都很適合 雞尾的油 我們全部撕掉就OK了 雞油就把它儲起來了 有時候雞油炒菜 就大派用場了 至於其他這些 輕輕就把它改出來 這些都是很簡單的 有一點點雞油也不要緊 湯就會有少許雞香味 改好之後 放兩茶匙鹽 放少許淡鹽水 浸十多雅分鐘 如果大家家裡有火槍 就可以用火槍 或者噴射火機 如果兩樣都沒有 就用鉗子 放在爐上 燒一燒 但自己小心點 就可以了 燒到表面的毛髮 沒有了 就可以了 有一點點燒 也不要緊 燒到這個階段 就差不多了 我們再檢查一下 燒過程當中 你都聞到一些 豬皮 豬肉的酥味 就輕輕地 淡一淡 我們做羊腩煲 也是需要做這個動作 燒一燒羊皮 目的都是一樣的 還有刮乾淨 然後我們輕輕地 把它改出來 那些瘦的部分 就留在煲湯 這裏也是煲湯 煲完後 我們還可以烹調另一個菜 都很簡單 我們用濕溫水 浸十多二十分鐘 浸的目的就是 讓豬肉和酥味 浸一浸出來 當所有材料都在浸 很緊張 我們就把湯煲出來 我們大約放三至四公升水 就可以了 這樣就 三至四人份了 二話不說 就把沉皮和水放進去 我們就可以直接凍水加熱 還有什麼可以凍水煲呢 金筍 我們就叫做台煲 剛才在雪櫃裡 就拆了一條出來 就煲了 這條紅蘿蔔放了兩個星期 我在日本前已經放在雪櫃 現在還很漂亮 同樣地 我們一起放進去煲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我們的主角 這條紅蘿蔔肉 買這些栗子肉 它是不便宜的 也為25元一磅 但是正肉 有些賣20元3磅 有殼的 看看它和不和你打殼 它和你打殼都差不多 有些只有這些 寫名貴臨居 那些又是貴的 如果我們用來煲湯 烹調入鑽 這些栗子已經可以了 這樣做栗子 我們選什麼叫貴臨蕊 什麼叫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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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栗子 你看到它有些 扁扁的 紮紮長長的 有些是圓菇 通常圓菇的 這些會比較粉嫩 會比較香 用來炒栗子 什麼貴臨居 全部都會選出來 這樣我們買了一磅 怎麼選呢 我們就選一些圓菇 小小粒 用來燜雞也好 用來燜排骨也好 剩下的鹽鹽蠶蠶蠶就拿去煲湯 栗子做好之後 雞和豬肉也要浸到一段時間 現在我們把所有材料都清洗乾淨 把所有的肉類清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準備一些金華火腿 都是拿去的鹹香味 然後我們就拿一些浸軟的淮山和栗子 全部拿出來 這邊就二話不說 我們就開火 然後倒一些冷水 我們趁冷水加熱過程當中 把所有的肉類 雞殼 雞腳 瘦肉 全部放進去 飛水這個步驟 都是讓它在冷水加熱過程當中 把一些肉類不好的味道 逼一逼出來 你買這麼多材料 去煲湯 你之前的功夫做得好 你就會浸一口靚湯喝一下 我時常都強調 婦女們 你未學烹調之前 首先學煲湯 還有 這類型中式老火湯 是我們粵菜中的精髓 雖然是老火湯 但材料千變萬化 四季當中都有自己時令的老火湯 但是都不離開這十多個煲湯的技巧 那你的煲湯基本技巧做得好 那你一年四季也有些好的湯喝一下 大家都看到 在加熱過程當中 很多東西飄了出來 這些不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它本身殘留在裡面的血水 還有飛水 還是很大作用 這些金華火腿 都可以拖一拖水 它有些噴味 有些不好的味道 都可以拖出來 還有什麼可以拖水 這些 淮山 我們都可以順便拖一拖它 雖然淮山私火的東西 但你不是經常買到私火的東西 都是要浸它 拖一拖它 然後還有什麼要拖呢 一起可成 放在這裏的紙肉 因為這裏的紙肉 雖然它沒有真空包裝的 那些品質最差 這隻就比較好 但它剝完後 都可能會噴定色或風乾劑 我們都要拖一拖它出來 有些網友曾經留言說 喂星星 你什麼都去拖水 什麼味道都被你拖出來 那你煲湯還有味道 大家看看 兩至四個人喝 我用多少材料去煲才可以 充足材料 要煲老火湯給家人喝 這個才是王道 更加王道就是把所有原材料 不良味道拆除出來 才是煲湯 如果你什麼都不用弄的 就這樣把所有材料都放進去 就浪費了些材料 你一喝下去有些豬鬚味 有些雞的雪味 全部都喝出來 你喝湯一喝到這些 喝一口就不想喝了 我都不介意喝什麼味道 你不需要煲湯 你開杯滾水 放一盒味精下去 就這樣喝就可以了 稍微水滾 那些淮山 稍微拖一拖 就可以現在拿起淮山去過凍水 那你都是一鍋水過 做一做這個步驟 那如果淮山有些不良味道 趁這段時間就沖走 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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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地淮山也放進去煲 淮山甘筍煲 這邊的飛水液七一八八了 那就可以全部夾起來 沖洗乾淨 你看到這麼多材料 所以這都可以處理得好 可以做到飛水洗 一起開城就就可以了 隨即過凍水 把所有材料都沖乾淨 最重要是殘留表面 肉碎都洗乾淨便可以了 處理好栗子,一起放進去 豬肉、雞殼、金華火腿等一次都放進去 首先用中大火先沸開,約30分鐘 然後調到煲湯火爐,全程兩小時 前半小時用中大火,都是目的令所有材料煲熟,煲到出味 有時候煲老火湯,有些網友說,煲完老火湯出來都沒什麼味道 事前沒有做這個功夫 這樣就像煲燉湯一樣,如果煲燉湯要煲四小時 所以煲燉湯清得來,又會濃郁的湯味道,因為火候夠 至於杞子和原肉,我們洗一洗,然後再浸水 最後三十分鐘,還未遲 這些杞子都是買些大粒,順育良好的海味泡,藥材泡買 會比較好一點,大粒得來,紅得來,不太鮮艷 而且你一浸就知道,如果曾經浸過的杞子 這些原肉,我在泰國買的 泰國的龍眼肉是相當漂亮的,粒粒都是小食 這些我們沖一沖水,浸了就可以了 在煲燉湯,又拿到網友給我的生曬淮山片 這些蠻漂亮的,很好心機 刨完後就可以鋪好,慢慢曬 正 現在我們看看煲湯,滾了約五六分鐘 看到湯面有些泡,你就撇起它 我們在外面做廚房做大的位置,怎樣看細小的做事呢 看這些細微的,煲勵湯,有沒有撇一下泡沫,撇一下油的動作 如果你有做就突顯到,那位員工都是對烹調 相當之執著和細心,看這些,我都說過多次了 逢是在煲東西的過程當中,有什麼泡沫釋出 這些泡沫都不是什麼好東西來的 殺那間藥煲了一個小時 我們檢查那塊肥豬肉,看看是否可以 好,現在拿起它,我們繼續煲餘下的一個小時 這塊肥豬肉,你現在經常嘗到沒有動 讓它先吹冷了,才會切到薄片 至於杞子和原肉,再煲三十分鐘,最後半小時才放進去 因為這些很快 放了杞子和原肉,煲了半小時 那間煲兩小時 我們關火,煮湯水便完成了 給大家看看 我們先夾起雞殼 這些雞殼,點些熟油醬油食都很好吃 這些雞肉,已經煲得很軟 這塊豬肉也是一樣 同樣的,也可以點些熟油醬油食 我什麼時候都說,用一個充足材料,煲一個美麗湯和家人分享 這就是最重要的,準備一點熟油醬油 另外那塊肥豬肉,有另外的烹調作用 喜歡喝淮山湯的網友,請給我個讚 喜歡喝雞湯的網友,訂閱職人吹水的頻道 如果兩者都喜歡,麻煩你家的頻道會員繼續吹水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多謝大家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拜拜